Hello! 歡迎來到幸福小館 今天跟大家講一個減壓方法 叫做Box Briefing 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其實這個Box Briefing是海軍陸戰隊幫助隊員 在危急的時候快速Calm down自己的方法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其實我們是在一個平靜的心境 才可以做出最理智和最有利的決定 在日常的生活 我們很多時都遇到很高壓的情況 不用說Public Speaking或者Presentation那些 其實平時我們在很密集人口或者很吵的環境下 我們不經不覺都會影響了呼吸的韻律 然後就會隨之而來有憂慮 很煩躁 甚至乎抑鬱的心情 所以我們時時刻刻都要保持著一個良好的呼吸狀態 讓我們頭腦清晰 以及可以表現得更加好 那Box Briefing是怎樣的呢? 顧名思義就好像一個盒一樣 有四邊 我們每一邊用相等的時間去做 那四邊就是 首先吸氣用4秒 忍氣用4秒 呼氣用4秒 最後再忍氣4秒 當然啦 如果你是可以的話 時間是可以延長的 例如每邊用5秒 或者甚至乎每邊用8秒 這樣 大家都試一下這個方法 那我自己呢 一向都有靜觀 冥想和練呼吸法 的 不是經常做 但是如果自己記得的時候 都會做的 還有已經有一個本能 就是當自己去到有些焦慮 或者是覺得壓力大 想靜靜自己 想自己用一個平靜的心情去思考 的時候呢 我都會做一做這個Box Briefing 不如我們現在就馬上試一下吧 就由4秒開始 一共做2分鐘 看看大家有沒有效果 有什麼想法 都可以在留言裡告訴我 又或者你最近有什麼壓力 有什麼減壓的量方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記得訂閱我幸福小館 和分享給你關心的人啦 在街上 就よろしく看 像紅增 1公圈 2公圈 1公圈 1公圈 3公圈 2公圈 2公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